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作记录 开场的这个病例呢 就诊经历有点曲折 我们北京本地的出差去外地的时候耳朵不舒服 在外地看了一下 考虑外耳道单指流 医生的诊断 没问题 也拍了CT 证实这个外耳道的骨骼是有破坏的 但是在当时碰了一下 比较疼 就没有处理 建议是准备麻醉装得下清理 我刚开始接受也准备可能做好了思想准备啊 如果配合不了那就去麻醉 但是没想到处理起来是比较简单啊 现在这个程度啊 到外到底壁啊 有一个坑这个地儿 这是单明显的一个单指流破坏的痕迹啊 但它这个角化层不是很明显 没有那种白色的那种角化层啊 但是破坏痕迹已经很清晰了 嗯 通过这个窗面的情况啊 我感觉是应该是以前清理过啊 当时忘了问他了 光顾着高兴啊 就这么简单就清理下来 忘了追问病史了 啊 现在我回头在整理的时候 感觉他这个病例应该是之前清理过啊 应该是清理过 然后这是一个复发啊 再次出现还没有堆满的情况 所以这个角化层呢 不是特别的典型 角化层不是特别的典型啊 但是破坏痕迹很清晰 角化层一般是在这种完全堆满的 嗯 首次啊 或者是后续如果说没有经过定期的复查 这个外耳道胆指流的病例啊 在一次治疗结束以后啊 一定要注意 以后每年的定期复查啊 因为绝大多数病例 他这个都会逐渐再次形成缓慢的这种堆积 他这个堆积过程很慢 是以年为单位来进展的 所以早期啊 我接触的一个最狠的病例是 幼年到青年做过三次全麻的这个处置 这个病人本身有点崩溃了 做了三次这种全麻以后 实在受不了了 然后就老老实实在我这啊 每年清理 他是外耳道的一个皮肤字节功能的丧尸 目前没有说哪种药物啊 或者是 呃 局部的处理能让他这种功能恢复 所以说必须要定期的复查 这个复查不是说简单的看一眼啊 一定要去动手把他这个 呃 堆积的东西清理掉 这个病例是一个中二单指流手术的 呃 病例啊 他的外耳道后臂切除了啊 就之前说的二十一厅啊 给改造成一十一厅 整个外耳道和后边的中二乳涂区域啊 被打通了 然后重新做的骨膜修补啊 骨膜是重新修建的 整个外耳道形态呢 就非常的宽敞 这个病例也是每年在我这清理 现在有一批啊 前两年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 所以说有一部分患者外地的就诊不方便 来不了 嗯 今年开始啊 这个之前都 中断复查的病例开始恢复了 所以经常会遇到 这周四大概有四五个 我本来人大部分是记不住啊 但是内境境局操作 哎 会多少少少有点印象 它的外耳道后臂还能清晰的看见 已经没有原先的外耳道后臂的结构了啊 但是这个有电钻啊 切割骨骼的这个 痕迹啊 我们的钻是偏圆形的啊 或者球形的这种钻 切割钻在骨骼上 有点像这种刻刀啊 刻石头的这种感觉 会把这个骨骼打成这种碎末啊 一刀一刀下去 随着电钻的移动啊 骨骼被逐渐的切除掉 听着好像比较渗人啊 但实际上骨骼 这个切除的过程是在有全身麻醉啊 全身麻醉的这种辅助 所以说 手术当时没什么感觉 手术以后 嗯 有点轻微的疼痛啊 没有严重的这种疼痛感 中耳手术的这种疼痛感呢 包括儿童 以前我们做过一些儿童的这个 些儿童的中耳手术啊 中耳骨骼切除手术的这种病例 手术以后 看孩子的反应啊 基本上还可以 这两个病例的外耳道都不正常啊 所以最后我们补两个 外耳道相对结构正常一点的 普通的叮铃叹色啊 有些新的朋友从来没见过 猛不定一进去以后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后边这两个就是一个单纯的叮铃叹色啊 叮铃叹色在成年人当中啊 青壮年不太多见 偶尔会有啊 大概在1%左右吧 这个 呃 一个初步的一个估算 比较粗的一个估算啊 就日常我们的经验 大概100个就诊的病例 当中可能会有一个左右啊 我这边是因为比较特别啊 大家来找我看 主要就是其中在耳科方面的问题 所以相对这个比例明显会高一点啊 我说的1%是指的普通啊 耳鼻后科门诊就什么病人都看 这个当中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这么一个概率啊 而像前面说的那个外耳道胆指流 比例就更低了啊 是在千分之几以下啊 千分千分比的这种概念 所以大量的外耳道胆指流在刚开始被当作叮咛涮色处理啊 这个呢 是外耳道有点偏窄了 然后后续自己又拿棉签啊 不断的拿棉签加工处理 在里边给囊瓷似的 里边还掉的有些耳毛 这些区域这些耳毛的位置明显就是从外耳道口被推进来的 因为在这个位置是没有毛发的啊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结束 像个蟑螂似的 就是普通叮咛的 我们周一再见